苏大人 怎么样了 明日 天音会奏命大王 有大王发落 他娘的 我跟他们拼了 站住 嫂夫人 你这样做非但救不了他 反而会害了他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 只有一个人能救君子 谁 孟长军的妹妹 玉兰 她 我知道她要什么 你们也过来一起吃吧 奴婢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你们光在那站着 我们的莫愁娘娘 也吃不好饭呀 谁是莫愁娘娘了 过来一起吃吧 过来啊 吃啊 小乔 吃啊 这就对了 咱们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那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管什么礼仪啊 规矩的 有了亲儿姐姐在 以后我们再也不怕鬼了 这鬼不来最好了 他要是来了 那咱们就一起上 如果真的有鬼的话 咱们就把他给抓出来 要把谁抓出来啊 拜见大军 都起来吧 谢大军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我们在说 捉鬼的事呢 捉鬼 捉什么鬼 大军 您有所不知 在这莫愁宫里啊 有传言说 这外 他是谁 回大军 他就是我跟您说过的 百戏团的姐妹清儿 还是大军派人 把他送进来的 你就是清儿 嗯 清儿拜见大军 免了 你们刚才说捉什么鬼 大军 这袁娘娘的冤魂 一直不散 闹得不得安生 有这等事 哼 好啊 那不估 今日就陪你们 一起捉鬼 来人 上酒 给不顾添酒 大军已经有些喝多了 不如 早点回去歇息 不顾不走 不顾说了 要帮你们抓鬼 为了大军的安危 还是早点回去歇息为好 哼 你以为 不顾会怕那小鬼不成 不顾就不信 那小鬼 敢来会我这大巫 不顾说了 今天晚上要帮你抓鬼 莫愁 都说这宫中有鬼 你信还是不信啊 大军说有便有 大军说没有 也没有 快下去 那不母告诉你 有没有 这大军到底想做什么呀 莫州姐姐 会不会有事啊 傻丫头 还能干嘛 这儿还有你们说话的份 都给我下去 快点 快下去 园娘娘 是啊 当年园娘娘 突患疾病而死 不顾让人将她的尸体 运出宫去埋了 却不曾想 被那些好事的宫人传开 竟传出了这些鬼鬼怪怪 大军 你真的喝多了 莫愁这里 正好有一些药茶 喝了以后会清醒一些 我去哪儿 不顾不想清醒 不顾就是要醉 要大醉 大军 你真的喝多了 不顾是新醉 不顾第一次见你 就已经醉了 大军 你干什么 大军 大军 清儿给您送酒来了 发了 大军 最后 ируj 了 感谢观看